不管他一个骆驼 一个骚扰 还有一个 剑马的一个转型 把握时间都差得非常准 可以说 大家也一起见证了 天头 其实我也不知道天头是谁 反正只知道 是阴之梦的 天头休息一下 现在刘备 我们的刘老板 安排了一位美女 小静 上来跟马雀打 至于他是不是女性呢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不知道 那么我们也就 还是来观看一下 三号色 越南选手 如果小静 是个菜鸟 我们看的也没意思 但是如果他能击败 麻雀 那么我们下一把就看他 好了开局发现的食物啊 都非常好 这个果子啊 长得基本上是一个等距 这个路啊 也没有选择往家里赶 依然是往 嗯 千里条条的往这个森林方面赶 从这个地方赶到这里来 这个跟主基地的一个距离差不多 他真的是有耐心的 嗯 不得不佩服 这个路 嗯 好 这个路撒得很漂亮 第一个BS啊 这个赶的也是 非常标准 虽然我是赶不到这种 嗯 第一个BS 他不准备放在这里 准备放在这里吗 或者这里 放在这里 有点可惜吧 果然放在这里 虽然这个地方有点 诱人了 嗯 非常漂亮 第一个BS 哇 这么多农民呢 12345678910 10个农民 10个农民房墓 嗯 可能是 自己的自己的一个散幕啊 实在是不理想 导致了他建造第一个BS的时间 非常的晚 嗯 干脆全部过来防墓 嗯 防好了之后 可以第一时间 嗯 进一个柴果 也不会 嗯 浪费 一个 配合 啊 第一个BG 木材已经够了 同时在影像 这个大象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 手到清来 果然 嗯 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 看来我也是 嗯 很有潜力的一个操作 哦 嗯 嗯 好了 我看你不太有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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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他的山木资源不是特别好 导致他的第一个BS开的非常的晚 最终造成的升级很慢 26个农民点击了工具时代 让人有点可惜 可惜的是这把资源比较好 但是木头实在是坑爹 让人有点要流泪的 这森林怎么打 地形我们来看一下地形 地形一个BM加一个房子 这边再加一个房子 别建在这个地方也可以 出一个高坡 我们可以看这边有一个下坡 但是对手从这个地方打进来的话 哎缓震 问题很大 哎我也不好再分析了 只能祝福他吧 祝你好运 不要带有一些遗憾 不让我做的 不然我做的 僭流 我做的 真的有点了 不放心 你觉得有点转异 不嫌疑 不然我做的 不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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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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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房子也不准备爆掉了 白白损失两个房子 这房子也是60个单位了 准备偷袭 马却家里面放了少量的一个房子 小心没有捞到任何的便宜 直接扔下两头马的尸体 人口已经爆满 赶紧制造房子 小静还在寻找一个突破口 看这个地形有点诡异啊 像丘陵 到处的 去看谁 对这个地形掌握得更加好一点 好的 人房子卡位 小静不停地在损伤 小静不停地在损伤 哎呦 还在亏兵 这个亏兵是很严重啊 这个亏兵是很严重啊 嘘 哇 10号射 啊 从他这个操作来看 卡住对手的一个视角 有麻友说小镜是神龙的女朋友 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真的是神龙的女朋友 神龙已经在旁边 可以幻想一下情景 小镜眼看不熟了 神龙说我来吧 然后来一个绝对函 干掉小麻雀 当然这种事情只能幻想 好了小镜打出了弃圈 不知道下一把会不会神龙来用这个ID打 不得而知 问一下刘老板 我们重新建立主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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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